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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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接下來我們來看 這一星期的GNN的部分喔 那這一星期的GNN呢 是一個讓曹操非常狂喜的GNN 因為充滿著各種各樣的人氣演戲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吧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 夢魘集的 種族屬性是火魔 那她的隊長技能呢 說真的有一點不太行啦 畢竟她是 而且要吃滿倍率 就一定要帶上另外一個種族的演戲 有這樣的陰限制 最高倍功也才只有14倍 在目前單變30倍的 不一定有出場率的環境下 單變14倍真的是 接著是她隊伍技的部分喔 基本上就是 由於之前介紹過 這裡就不重複了 總之呢 願意騰回西要拿來當隊長 是有一點勉強啦 限制多倍率卻不亮眼 也沒有兼具 要常駐滿倍率 還要不卡水火木星當中任何一個喔 也沒有無視燃燒 黏斧電擊雷射等 這些可以讓你更輕鬆轉足的能力 所以如果大家不是抖M的話呢 個人還是推薦 不要輕易嘗試拿她當隊長比較好啦 好 接著我們來看她的主動技能喔 主動技是CD6魔族難得的解鎖喔 可惜只給閻西 所以魔族全隊解鎖 什麼時候才會出現呢 就讓我們繼續等下去吧 接著是一回合內 閻西神族魔族無視三無數盾 且神魔1.8倍攻 閻西成員在額外2.5倍攻喔 可以算作是閻西隊的一個大爆發啦 畢竟給的真相還是很可觀喔 只是說如果這張卡片 不是在純閻西隊裡的話 估計只有在全魔隊 需要無視三無數盾的時候 才會有出去打工的機會喔 畢竟把種族屬性的要求 放到稍微寬一點的話呢 可以替代的卡片就有很多了 所以個人覺得如果對亞巴頓沒有什麼愛的話呢 拿一張起來以備不死之虛就夠了喔 畢竟他的出場率要高 還是更多的仰賴閻西隊能不能玩得起來啦 這就很看官方給不給面子了喔 好,接著我們來看我們的 黑金光暗炎的潛能解放 我們先來看解放黑金光閻西隊長機的部分喔 有三位倍率有減巨又減少有加combo 整體看起來還不錯喔 但因為吃滿背鞋也彈便也才1.8倍喔 據以現金環境來說呢 也就是比及格限高一點點而已喔 所以相信組隊上應該也會 盡量帶閻西或是光暗神族就是了 算是偏硬的限制喔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 他吃滿背鞋也才24.5倍喔 要出場就得洋樂隊伍技去拉高他的傷害才會有機會喔 至於解放黑金暗閻西的隊長技能呢 也就只是把兼聚暗星兼光感成了光星兼暗啦 畢竟是同個系列差不多的隊長技能嘛 解放後直接複製貼上也算是ampage的傳統藝能喔 真是XX的優雅的偷懶 接著我們來看黑金光暗閻西解放後的隊伍技能喔 需要注意的是呢 這次綁定的頭尾必須是不同的解放黑金光暗閻西才會觸發隊伍技能喔 雙光閻或是雙暗閻是完全沒有隊伍技能的 那老樣子 炎秒無視黏斧雷射這類讓轉組比較舒服的部分 和增傷我們就先跳過 直接來看比較特殊的能力 首先是閻西進場CD-8 算是個拉高閻西隊伍上線的能力喔 如果閻西牛棚夠廣的話呢應該會有不錯的體驗啦 是有機會成為短關卡速刷隊伍的可能性的 畢竟閻西現在也越穿越大膽了嘛 大家變快一點也算是不可抗力對吧 接著是神族生命回復極致1.5倍喔 這就是提高隊伍生存力的部分啦 只是要注意的是由於隊伍傷害都是集中在閻西身上的 但是要沉血的話又只能盡量的帶神族喔 以目前神族閻西牛棚來說呢 為了通關多少還是需要做出一定的取捨就是了 最後是進場的回合結束的時候呢 無數個一力轉化為神族強化組喔 那這就是用來觸發完整隊長技的能力啦 雖然只是轉化而不是添加喔 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有點麻煩啦 而且只有無數個一力對增傷和保護版面的幫助都不大 了解無數強化盾也得看版面的臉色喔 所以以目前看起來呢應該也只是個服務隊長技的能力啦 畢竟陷阱大多數的法律都規定人妻只能服務一人嘛 某方面算是官方的良苦用心吧 總來說呢要玩閻西隊 基本上就綁定了頭圍是不同解放廣案閻西啦 畢竟少了隊伍技的被攻要在陷阱環境生存幾乎是不可能的喔 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而且隊伍本身沒有無視其他敵技 一切都是反埔歸真的手轉結局喔 回血也只能靠新珠 兼具也就有光暗心兼光暗喔 整體算是弱點頗多的隊長啦 要玩還是需要相當的劇本呢 所以一般來說是大家 不會太常用的隊長類型啦 畢竟NTR陷阱也不是主流的嘛 接著我們來看看解放黑金光炎的主動技能喔 能力是CD8不能隨時關閉的常駐啊 開技時閻西和神主攻回兩倍 且發動技能回合結束時 會把光暗和閻西成員屬性轉化成神槍喔 算是一個常駐的增傷手段啦 畢竟她轉神槍不管怎樣都沒有辦法涵蓋新主嘛 要用來保護版面應該是不太行的 再加上閻西目前也沒有成群截隊去其他隊伍打工的必要性啊 所以轉出的神槍應該也就只能用作增傷就是了 不過這個技能精髓在於關技的時候會複加消除 前眉消除一個效果就會讓神主成員CD-2 還會引爆所有服飾掉神槍啊 就因為能吃到這個-CD的成員其實蠻多的 加上現在還有頭像的抗憤和虛弱狀態也一樣屬於複加效果 所以只要兩隻光炎就可以做到涌動技的效果喔 但如果只有一張要帶去打工的話呢 她的可替代性其實就很高了啦 畢竟要開關都得等到技能跳起來 造成她只有一張的時候靈活性會大打折扣啊 所以她整體也只能算是堪用的娛樂派啦 畢竟要讓一個人氣幫一群神主起立 對一般人來說還是太過刺激了 最後來看的是解放黑金暗炎的主動技喔 能力是CD-5的還原炎錫和神主成員直行碎裂 並引爆水火木掉廣案型強喔 且一回合內炎錫和神主成員無視敵人防禦率和攻前盾 並以25%攻擊力最大水火木各一次 整體算是偏向特殊功能卡啦 在特定隊伍裡面可以結碎裂 還有整理版面的效果 在自己隊伍裡炎的輔助破無數最大盾喔 整體還算是挺不錯的 但問題依然是出了自己隊伍過後呢 她的必要性真的沒有很高啦 畢竟雖然她歸為暗神唯一的還原稅裏啊 但目前會一定要放暗神的隊伍 也就只有暗霸比隆跟暗北歐喔 但他們的出場率相信大家懂的都懂啦 你是不是在臭 總的來說呢 這次演習的三張新卡 算是補足了一些演習隊的成員啦 雖然出了演習隊過後她可替代性都很高喔 但畢竟演習牛棚本來就比較小嘛 所以有補強總比沒有來得好的 解放後的黑金光暗炎雖然不是不能帶出場啦 但玩起來相信還是需要一定的劇本的 泛用性可能不會比那些黑金來得高喔 畢竟現環境來說 要通關的方式其實有很多啦 但個人相信大多數人應該都會選擇 比較輕鬆的玩法喔 所以像這種比較反普歸正的隊長 多少會比較難成為主流就是了 不過我這裡也不敢說死喔 畢竟 好啦 以上就是這期GNN解析的全部內容 很抱歉因為我的任性啊 做了很多奇怪怪的影片 導致這次GNN解析有點遲發片喔 而且還是這樣分割放鬆的 那下半部分我會盡快趕出來啦 那就這樣啦 我是秋天楓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在下方一個喜歡的請求 可以按訂閱喔 那就這樣啦 我們在下一期GNN解析再見啦 大家掰掰 掰掰 這次的工程真的有點超出預期啊 感覺自己有點玩過頭了 喔 要乾淨的剪片了 好嗎 好嗎